這裡是成年起步走 由法務部帶你認識成年之後的法律問題 等一下訪問蔡部長我覺得會很緊張 但我一定想辦法讓他笑出來 還是需要更多年輕人做建設 我們民法調降年齡的目的到底是為什麼 刑事責任是18歲 他就要付完全的刑事責任 那民法要20歲才成年 這個有點不相符合 你把這個成年年齡調養之後 你覺得對社會立即帶來的影響是什麼 上大學就18歲以後就可以做很多事 那只是因為很多事情在學校沒跟我們這麼講 下修之後老師跟學生都會更有這個壓抑或氣質 可以一起面對這件事 可以讓你知道說到底納稅是怎麼樣 結婚是怎麼樣 那學生太有壓抑 就是因為我兩年之後就要面對了 我對自己的期許就是盡可能的不要犯錯 好好的去經營自己的生活 我覺得這樣可以做到就是萬幸 就是不一定要做到什麼 但是求努力謹慎不要犯錯 就是最大的期許 介紹成年 明年的一月要開始 改為18歲 很多年輕人聽了這個節目以後 會加深印象 也願意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明年18歲就成年了 你準備好了嗎